本周的全员来气头 邀请您跟着Lami Girls的脚步 来畅游杨梅区 本集的节目主打是怀旧风 当然少不了还是各式各样 好吃与好玩及好看的景点 现在就透过镜头来先读为快 Lami Girls的小布和Yona 走进了一间复古冰店 装满着六年其身的回忆 还能穿上高中制服 品尝好吃的肉松冰和科学面冰 口感好奇妙 我吃到那个肉松了 什么感觉啊 好妙哦 第一口进去我是先吃到糖水 然后甜甜的时候 突然肉松的香味跑出来 但是是好吃的啦 就蛮妙的口感 接着来到牧场来个农场之旅 不过光只是看看乳牛没什么稀奇 还可以体验喂牧草喂牛奶的乐趣 来来来来来 压力气好大 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啊 它舌头才好可爱啊 那像它现在在吃东西的话 我们有办法摸它吗 可以啊 就是要轻轻的不要吓它 很想摸摸 看看小牛喝牛奶的模样 真的好疗愈啊 当然来到杨梅这座客家庄 绝对要品尝道地的客家菜 这家由三合院改建的客家餐厅 吃起来不油不腻 让主持人大喊 真是太好吃了 你看这一整桌的菜 好充分啊 爸爸娘 你建议我们可以先吃哪一道呢 可以先吃这个八花焖鸭 八花焖鸭 但是肚子里面有塞莲子 然后焖大概五六个小时 你看这个鸭肉 看起来就是汁汁的 除了品尝美食 还能走访复古老车站以及森林步道 想知道杨梅还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吗 千万别错过 十月九号本周五晚上六点半 全员来气头 谢谢大家 valve ед